七月初七大概是一年里最甜的一天了吧,因为是牛郎之女相会的日子,贾经文这么幸福的女人,自然,也要白姓一波自己的小情人了。 8月17日晚上,贾经文分享了六宫阁,并说道,哈喽,我的四位情人,七夕情人节快乐,今天我在工作只有一位小情人陪我过节,猜猜是哪位呢? 一年到头好多节日要酷啊,贾经文先是晒出了自己的写真,照片中的她打扮潮流,一条包囤裙加深,腰质纤细,继续好身材,完全不像是一个生过三个孩子的女人。 贾经文攀着头发,穿着高跟鞋,用手拖着下巴,简直就是俏皮的时尚女郎技师感。 贾经文真是从小美到大,从看她的电视剧开始,研制一直都在线,晒完自己晒情人,第一位出场的自然,就是真正的情人修杰姐了。 虽然两人有着八岁的年龄差,但是姐弟恋同样可以非常幸福,尽管修杰姐的知名度,事业成就都不如贾经文,但是只要她爱她的那就足够了。 贾经文遇到过并不顺的婚姻,看到她如今又被真爱宠在手心里,大家也就放心了,父母的离异对孩子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,所以贾经文总是试试想的大女儿。 提到大女儿,妈妈是超人最后一级里,贾经文说多希望Angel也在现场。 后来步步生育,Angel在上学,贾经文也与Angel视频通话,让Angel和大家一起给步步轻生,尤其是贾经文还生了两个女儿之后,Angel又到了非常敏感的年龄,所以更是要处处为Angel着想。 两人戴上墨镜后,长得还挺像,Angel是懂事文静的,步步则是贼贼的,潮皮捣蛋的,步步在贾经文的怀里,皱着眉头,张牙舞爪,真是越来越爱扮鬼脸了,而贾经文也总是喜欢模仿步步。 但44岁的她周恩终究还是爬上了她的眼角,贾经文带步步去水族馆,母女俩非常默契的嘟嘴玩亲切。 这么一对比,步步的嘴巴一定是像爸爸了,和假经文完全不同,像嘴唇尖尖的,像小鸡的嘴巴一样,很是可爱,步步肉骨骨的脸蛋,看了分分钟想念的节奏啊。 最后第四位小情人登场,终于看到我们的逼欧妞了,相比于小时候,逼欧妞真是越来越秀气,再加上乖巧懂事,很少哭,所以真的心圈粉了。 B.O.U.看着镜头,盯着戴眼睛,十分呆萌,真的好想抱回家。 不管是大情人,小情人,男情人,女情人,总之都是贾经文的情人就对了。 周周猜测今天贾经文是和修姐姐单独过的,因为恩德去读书了。 如果是和步步在一起的话,肯定也不会少了B.O.U. 有B.O.U.就少不了步步,而打经文趁今天工作,只有一个情人陪过钱,那就只能是修姐姐了。 两人结婚多年,过得依然像初恋的情侣一样,真的很幸福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